三位好 哈囉我是小雨 哈囉我是玉璇 嗨我是玉琳 好我們聊這個打工經驗 你們三個在大學都有打過工嗎? 都有都有 一直持續在打工 還是所謂的寒暑假打工? 他是一陣一陣 我算是持續的 我是只有大義大二 所以你持續的原因是因為要繳學費嗎? 所以你要一直打工 對因為我要三家 有些人打工是打出感情 打出感情就捨不得離職 就從大義干到大事 所以你不是因為感情 不會我換過很多工作 所以純粹缺錢就對了 玉琳你說你為什麼是一陣一陣 有工作就會去 比較短期的 我都找比較短期 缺錢才去做 有錢就不做 也算是這樣 因為我家裡會 會管 會有生活費 我幫他講 所以最怕比較 他是好人 我是三家人 沒有 所以打工純粹就是興趣 想到就打 也要找得到 那曉筠你是大一大二才打 為什麼大三你就現在就不打了? 因為大一大二做過太多打工 後來就覺得有點累 想要好好體驗一下大學生活 所以你是有學業有影響嗎? 就是 沒有影響沒有影響 純粹就是打工太累了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聊你們三個有打過什麼樣的工 在便當店打工 送便當 對送便當 因為我自己本身蠻喜歡騎車的 所以你把送便當騎車當作樂趣 對所以就送便當的時候可以稍微出去騎一下晃一下 而且送便當應該時薪比較高對不對? 因為他只有中午那一兩個小時 沒有 就時薪一樣一百六 然後送便當就是會有錢補貼這樣 那算比較差的 有些時薪都會給到兩百三百 因為他只要你送這一小時 所以他就要用比較高的薪水去請這些人 因為沒有在送便當的時候叫十點多 就是會在便當店忙忙包財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是從早上開始工作到中午送便當就對了 所以時薪比較一般 好那送便當有沒有特別的經驗? 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送便當通常不會一次跑一單 都會有時候兩三單 好幾家一起送 對對一起送 然後有一次我送的第 那一次送三單 然後第一單是某一間大學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老闆說是大學的人文館四樓 然後我到的時候發現那棟樓只有三樓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給老闆說 老闆這棟樓只有三樓 哪一個四樓 然後老闆就說不是啊 他不是四樓 他說四樓 不然你走上去看看好了 然後我就走上去三樓 沒有就三樓 然後呢 然後結果是真的在三樓 是老闆弄錯了 他聽錯? 對他弄錯 然後重點是第二家就就很 怕死就過去了 然後 然後主要是第三家 因為第三家是量販店 某知名量販店 對某一間 家叉服 對然後那時候那時候 在店裡的時候我就問老闆說 所以量販店是送幾樓 然後老闆那時候就說送五樓 然後我就想說 等一下量販店有五樓 然後老闆說 有啊那個電梯上去就五樓了 然後我就好 然後就下意識就是我們那一區的量販店 然後我就騎過去 騎過去我怎麼找都找不到五樓 就沒有五樓 就是沒有五樓 然後我就有問那個店員 然後就說你們這裡五樓怎麼上去啊 然後他說我們這裡只有四樓沒有到五樓內 然後就想說是老闆又搞出來是怎樣 然後我看了一下單子北投區 跨區了 對結果是北投區 對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那時候已經十二點十分了 對然後我就想說 我應該十二點半以前趕得到 所以我就一路上 對飆車一路飆 沒有在停的那一種 出紅綠燈啊 就一路飆 然後飆到北投量販店的時候 我就下去 就去問他們你們有沒有訂便當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一臉懵 就完全不知道有沒有訂便當 然後我就想說不是吧 然後我就把單子拿給他看 然後他說 然後那個店員就跟我說 這個地址不是這裡 這個地址是總公司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已經在第一間耗了20分鐘 然後第二間這裡又耗了15分鐘 然後我又要去總公司 我這當然一定完蛋了 然後我就趕快領起便當 然後一樣騎車 然後我快到的時候 再等一個紅綠燈我就到了 然後老闆這時候打電話過來給我 然後問說 你在哪裡客人已經罵了 已經在罵了 你到底要到了沒 然後我就說有有我快到我快到 一個紅綠燈一個紅綠燈就到了 你快點啦客人已經在罵了 然後就好 然後老闆這時候說 那你這單就不要收錢 就直接送客人吃了 然後就好 然後到的時候就送上去 然後送上去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時候已經快要1點了 12點50幾分 然後我就一直道歉 我就跟他說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第一次送 因為那時候我上班剛滿一個月 所以是很菜很菜的新手 然後我就第一次送 然後我就一直道歉 然後我要回去的路上 我就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我總會犯這種錯誤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玉軒 然後他就很難過跟我說 玉軒怎麼辦 我上丟本東 我跟他領不丟錢 結果要給我靠錢 然後那時候好像在 吹頭髮也在化妝 然後我就說沒事啦 不會啦 老闆人還不錯啦 應該啦 然後他就一直還是很難過 然後我還跟他說 我要離職 我好難過 對我幹不下去 我要離職 所以總共是延誤多少 總共延誤了一個小時 喔 對 對然後他就會打電話給我 然後之後我就說 好啦沒事啦 我要先吹頭摸上面 然後我就把他電話掛掉 然後他就打給別人 結果過了一陣子後 老闆就打電話給我了 然後我就想說 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接起來 然後老闆就說 欸玉軒 那個你知道玉玲今天送錯便當嗎 然後我就說 真的喔 我怎麼 我不知道耶 然後老闆就開始跟我講說 他起錯路啊 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 我知道了 那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會打給我 然後陶哥就說 沒有啦玉玲到現在都還沒回來 我想說他會不會 擔心他 他會不會怕被罵 怕拿不到錢 就就不敢回來了 然後叫我打電話 叫玉玲回去 殊不知他只是在跟別人通電話而已 因為我平常騎很快 然後那段路真的 真的我真的是用三四十在騎 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就是自己怎麼會這麼 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客人有罵你嗎 客人沒有罵 他就只是笑笑的 然後收便當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他就真的沒給你錢 就真的不收錢 因為老闆有交代不能收錢 那你有沒有被扣薪稅 這就是後面的事了 扣薪稅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說 老闆在找我 然後我就 那時候剛好已經到店門口 然後我一進去 然後老闆就出來 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我很擔心你呢 對 所以那個失誤純粹是你看錯地址是不是 就是我 不是老闆的錯 不是老闆的錯 不是三樓寫四樓 不是 第一個那個 第一個那個 所以那個是同一天發生的事情 對 同一張單 然後第三個那個是 就是我個人的失誤 然後那時候老闆還很擔心我 然後我就覺得超抱歉的 人間處處有危機 所以你後來還有繼續幹 有現在還在幹 一直到現在喔 對 哇 那你的車子是不是有改過 不然怎麼裝這個包袋 沒有他有那個專業的那種袋子 就是可以一次裝40個便當那種袋子 套在你的autobus上面 掛在就好像那個送報紙的 對 就是報袋 好一直幹到現在 後來有沒有加薪 沒有應該薪水還是一樣 我今天才領了第二份薪水 多少來公布一下 先不要 就跟著基本工資就對了 對啊 跟一些油錢補貼 所以補貼有沒有貼個三五百 你給他跑三 沒有到這麼多 所以就是因為很愛騎車 就是當作騎車順便送便當賺錢就對了 沒有你主要還是因為下班都可以拿走一個便當 那是你 對下班的時候可以都打包走一個便當 這家便當有什麼好吃的 他每個都很好吃 因為我們 從進去吃到現在都沒有膩過 他會來這邊工作也是因為我超愛打工 所以我早上每次我就有兼職 然後那時候找他一起來 然後我們每次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都夾一大堆肉夾一大堆 夾一大堆菜 種都滿出來 然後可能一個排骨 然後老闆還會問你要不要再多炸一個排骨 所以你一個便當放十個排骨 最多會有兩三個這樣 沒有他不會只放完 所以就是額外的福利就對了 送你一個便當自己家 還有便當可以吃兩餐 對還可以偷喝養樂多炸 他還把便當放到臭孫偶 在他的車廂 這個不好說 放到旺季是不是 沒有他 因為我們住在淡水區那個附近 那個時候 然後他就是載著便當出來玩 然後因為就是他真的是裝太多 他那時候中午就吃一半 然後他就是想說 然後我那時候在西門町 然後他那時候就想說 好我要去西門町找玉璇 然後他就說 等一下因為肚子餓 然後把便當放在車廂好了 對然後他就放在車廂 然後把摩托車停到那個俄妹停車廂 很悶很熱很多車 然後之後他來找我 我就說我們去吃飯吧 然後還就忘記他的便當 等到他逛完回去 你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打開那個車廂味道 到晚上 那個味道像噴一樣超級臭 而且又是悶在 超可怕 然後我的外套還蓋在上面 所以連外套到現在都還有味道 有拿去洗了 真的受不了 好這是玉璃這個便當店 那玉璇妳的打工經驗呢 我做過超多打工 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很喜歡換環境 就是如果 因為我自己主要是學表演的 但是如果說像其他為了要賺錢的餐廳 那些我都很常就會換 但是也不會到太長啦 這樣會不會我一講沒有人要用我 蠻長的 所以妳換工作 純粹是為了體驗不同的打工樂趣 對也有一些 因為我其他的打 除了說我自己專職的表演 這種我比較不會換 像什麼餐廳那些 就本來就不是我的興趣 我比較沒有辦法 就是會有倦怠期 沒辦法做這麼 就是混口飯吃就對 對 就只是為了要活下來 再去做 可是妳都沒有因為打工認識 這個特別的朋友 然後因為情感而流 我們就會直接 變成 一起跳槽 有這樣過 但是我們幾乎都會是好朋友 但是就是不會聯絡 不是不會聯絡 不會在一起工作這樣而已 然後我之前有在拉麵店上班 然後就是跟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那時候好像是我高中 我們高中一起去打工 可是我們國中就認識了 然後那時候他在內場 我在外場 然後我們在 就是他負責煮拉麵 然後煮拉麵裡面都會有那種計時器 就是那個麵可能煮兩分鐘就會叫 標準SOP就對了 對沒錯就是那一種 然後我們每次也像跟剛剛便當點一樣 只要結束了都可以帶一份拉麵走 然後還有一些炸物拼盤這樣 然後反正那一天我就跟他結束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比如說是玉琳好 我就說玉琳可以幫我炸一份湯央雅雞這樣嗎 然後玉琳就偷偷把我拉過去說 今天不適合吃湯央雅雞 千萬不要點 然後死都不告訴我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老闆在我旁邊 那我想說到底為什麼不行 就是後下班了我問他 他才跟我講說 因為我們中午那天爆忙 超多客人整個滿到爆炸 那台語叫什麼收草對不對 對對對收草 整個超多人這樣子 結果他不小心把那個 湯央雅的計時器掉進油鍋裡面 然後我聽到我就說 那你有把它撈起來嗎 他說那麼熱那麼燙我怎麼撈 我說你有試圖要用什麼打撈網撈起來 搶救一下 對他說有啊 可是就沉下去了 然後我就說結果最後咧 他說最後要收電的時候 我把油倒掉之後發現只剩下電池 所以塑膠全部溶掉 對超級可怕的 沒關係各位不用擔心 那間已經倒了 所以他叫你不要吃湯央雅雞 就是會丟下去炸 要用到那鍋油就對了 對就是很可怕 真的他沒有想過電池會爆炸 他沒有想過 因為我那個朋友蠻白癡的 他可能也不敢講 對他不敢講 你來不及了 就點點就好了 他怕老闆罵他 還好我覺得他還算有愛心 有通知我這樣子 所以你沒有吃到含 含塑化劑的糖氧雞 對還可以 這是你那時候高中的經驗 對高中 好小瑜也講一個你的經驗 我是大一大二的時候在便利商店工作 那我今天想講另外一個我朋友的故事 他是在百貨公司然後麵包店上班 那他就是店長突然就莫名其妙對他很好 他剛進的第一個禮拜 追他 對很像要追他 然後還想幫他接送上下班 然後那個我朋友就比較害羞一點 他就覺得不用不用不用 他就一直拒絕他 也很明確的跟他講說他可以自己行動 那上班的時候他在那個叫他做收音機 然後也會一直靠近他 然後摸他 觸碰他的手 假裝要教他 對 然後上下起手 有時候還會摸到那個屁股 然後我同學就原來很崩潰 然後就有時候還會跑去廁所偷哭 然後後來後來就是大家都跟他講說 你這件事情不能忍 說你要為自己的權益負責 你要保護自己 然後就支持他告這樣子 後來就是去警察局備案 對 然後後來那個店長 就是要跟那個店長講的時候 其實店長自己也知道 然後還不跟他道歉 然後就說 就說我不是故意的 不小心的 對 說我摸你啊 說但是我只是想說不會怎麼樣啊 覺得沒關係 對超噁心的 然後後來我同學就是最後最後就是被案 然後那個店家還是 居然有點想保護那個店長 就是說他只是第一次這樣子犯 他之後不會再犯了 然後還就是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告他 這樣他會留紀錄 對啊然後當然我們大家就是跟他講說不可以姑息這種人 對 真的 後來咧 後來真的告了 真的告了這樣 然後反正就是私下和解 然後就是賠償這樣子 精神賠償 然後他也離開店家店了 所以就是真的 如果遇到自己權益受損的話 不要千萬千萬不要就這樣子算了 或者是忍氣吞聲 這個是讓你印象深刻的 那你為什麼不想講你自己的故事 因為我自己 你在便利商店有什麼好故事嗎 便利商店的故事都很瑣碎 便利商店不是可以偷吃報廢品 加盟店的話是可以的 現在好像不行了 以前可以 還是可以 我之前就在那個 可是現在都要繳回 現在就是怕你們這個亂下訂單 然後故意這個過量下單 然後造成這個過期 其實加盟店就還好 像我之前就有在便利商店打工過 然後接下來要分享這個故事 又離不開我的好朋友玉琳 又是她投資又是我 她真的是超級誇張 因為我是做大夜班 就是早中晚班大夜 就是最最常能吃到報廢的 就是大夜班 對 而且大夜薪水最高 對 而且有沒有有人這樣 對 然後玉琳她剛剛就有提到 她的生活就是很清閒 然後都美食 到處吃就對了 對 然後她晚上就是我就大夜 然後就是我 她去找你 對 她都在找我 然後一開始就是我都在那邊吃 然後她覺得 同學有沒有食物這樣子 然後我就 喔 有啊 然後就一開始就這樣分享 分享 到後面她越來越誇張 她跟我另外一位男性友人 跑來 就慢慢變成每天都來 然後就直接在你知道 我的櫃台 我站在櫃台裡面 他們直接在我的櫃台門口 然後拿 就是不是都會那種送飲料 進來那種綠色藍色的籃子 對 直接反蓋 然後坐在櫃台 一左一右在那邊給我吃 聊起來了 聊起來 然後在那邊給我吃 然後他們兩個 他跟我那個男性友人 還會在我們的 那個便利商店櫃台吵架 就為了今天的報廢 他也只有一碗那個什麼香菇雞湯 兩個人都想喝 然後就在那邊吵 說我昨天那個什麼 可是每天吃你不會 還有的吵 每天都可以吃到 就每天口味不一樣 每天都不一樣 所以好吃的只有一碗 他們就在那邊 前幾天好吃的是你 然後到最後 他們就都會坐在那邊 左右互乏跟門神一樣 然後到後面進來的客人 都會變得他們很緊張 明明他們是客人 他們卻很緊張要來結 這樣怕打擾到兩位吃報廢 可是這樣子至少有人陪伴你 比較不會遇到那些性騷擾 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我們是在保護 在下意識的保護 很少女生做大夜班 公司也不願意讓你做 萬一你發生危險 公司有連帶成的 都是找男生 而且還會搶劫 真的真的 現在比較少 以前搶超商也蠻多的 現在還 現在自然好一點 現在就是到處都有監視器 所以比較不好做壞事 就像他們在我那邊吃報廢 就吃了一陣子 然後過不久店長就密我說 玉萱你要請朋友來 可以 但是不要坐在櫃台吃 超好笑 影響人家絕障就對了 但是還是可以讓你吃 剛開始只有我一邊了 也是只有男性友人 都跟上來了 一起加入 所以如果沒有看我應該是 而且現在便利商店的這個食物 越來越多元 對啊 都好吃 都皮越來越多 所以每餐都不一樣 我那個男性友人 自從我做便利商店後 胖了多少公斤 他胖了快20公斤 真的沒有開玩笑 你做幾個月 我做了有一年嗎 做一年他胖20公斤 半年左右 他每天都來報到 每天只要我有上班 他都會來 那你們店長還不錯 還讓你自由這樣吃 有些人他寧願丟掉也不給你吃 對啊 就是怕你惡意亂下單 對 沒有因為訂貨的不是我 像加盟店的話 可能都是店長跟副店長 那我們公讀生就不可能 不太可能去訂到貨 所以就是他們自己多訂 好 小魚你的便利商店經驗 其實做便利商店 還很容易遇到小偷對不對 對 偷東西 他們會偷一些小零食 然後讓你注意 有些小朋友 這個會偷一些小玩具 很麻煩 反正你抓他也不是 不抓也不是 對 因為我有看到還是要制止 然後比較特別的事情是 有一次半夜的時候 因為我會做小夜到凌晨一點 然後有一個阿姨 他就是想要來加熱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是鋁罐 對 照理來說 會爆炸 對 是不能加熱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你就幫我放進微波爐 那個加熱一下下嘛 應該不會怎麼樣 可是我們就跟他講說 阿姨那個真的不行 然後結果阿姨就衝進櫃台 然後打開微波爐就放進去了 後來就爆炸 沒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趕快衝過去拿出來 就是很認真跟他講說 阿姨這真的會爆炸 我們店整個都會不見 後來你有制止他 後來他才 好吧 好狂野的阿姨 很可怕 所以他還自己來 對他都自己 還自己衝進來 可是現在很多便利商店 他微波爐都變開放式的 對 讓你自己買泡麵 自己去加熱水 自己放去微波這樣子 很多都變自主了 放在後面 不再放櫃台 因為我覺得現在便利商店員工好可憐 事情好多對不對 是我都要 現在還要煮咖啡 還要做珍珠奶茶 對對對 冰淇淋阿 鬆餅阿 地瓜阿 還有我桃果 熱狗阿 對啊 就便利商店那快瘋了 因為現在服務越來越多嘛 真的 尤其你看喔 像那個什麼電商什麼購物節 那個他們不是還要帶收包裹 因為快瘋了 尤其是雙十一的時候 我們店的那個櫃子會整個大爆門 排到整個櫃子擋住廁所的門 都會是包裹 很可怕 就為了代收嘛 代收那個包裹這樣子 所以還好你們都比較早期 逃過了 對對對 逃過了 我們可能之後走投無路 才會再重新回歸 所以是現在的年輕人走投無路 記得找我要去吃報廢 現在年輕人才 還是有人幹 還是會有 因為他們那一種的話 錢會比較穩定 對 像餐飲業的話就有會 可能 如果不是在餐期的話 就會請你先去休息 把你的班砍掉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人手夠的話 也不會請來 可是便利商店的話 算是錢會比較穩定 對 而且像疫情的話 很多餐飲就會倒了 可是至少便利商店 就不會倒 就是永遠 屹立不搖在那裡 而且他的代收的服務 越來越多的話 就更不可能倒 真的 因為太方便了 好今天謝謝三位同學 為大家介紹他的打工經驗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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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